哈喽,色狐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云昊 影帝 她是分几个阶段性 但其实还是一个人,我觉得 就是她的本质还是沈夜 你之前就是也想过一些古装题材呢 你会觉得沈夜和你之前饰演的角色不同之处在哪里 我之前演的一些古装剧 性格都是属于比较 直 比较强硬派 但沈夜这个人呢 以弱视强 笑里藏刀 就是这种人 还是头一回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你觉得哪个身份更具有发挥空间 沈夜 因为这是她原本的自己 其实她有很多小细节会 在那个人物当中去展现 而影帝她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那么高能 那么严肃的一个君王嘛 然后苏荣卿她又是一个 温文尔雅的一个文人 但沈夜她会包含着 这两个人 所有的小细节在里面 展现出她有一些 以退为进 一些人物性格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在表演上的话 就是会给这三个人物 会做一些特意的区分吗 就让观众知道这是不同的身份 我有做一些小细节上的调整 再去做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水平 会不会那么厉害 如果说大家觉得做到了 可能我还稍微有点进步吧 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沈夜的话 你会如何形容 陈府 腹黑 且天真 你本人的性格会和沈夜会有接近的地方 我还是像他那样 我还能混得这么长 所以本人是个很温和的性格 我本人性格可能就比较稍微直一点 就是不太会藏那么多事 那你在剧里面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上书臣的 应该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 少年沈夜跟少年书臣碰见的时候 少年书臣的一句话 像是打进了沈夜内心的一束光 从那一刻起 我觉得他可能就喜欢上那边 如果他没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做一个形容你会怎么形容 欢喜愿家吧 第一世子娶个欢容小官 怎么可能 要弄死他 何不趁早 看到剧中就是你和书臣 还是有一场大婚的那场戏 就拍摄现场会不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 会 我们的故事逻辑是 女尊 就是男性的身份是比较低位的 所以说那天结婚的时候 是男性要戴着头巾 然后穿着那个婚服 对于我一个有稍微比较值的男孩子来讲 是会有点冲突性 这次和嘉哲的合作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觉得挺愉快的 我们也是从彼此的不熟到熟吧 他也是比较怕深的人 我也是比较怕深的人 两人性格一开始都比较内向 在一块拍戏 一开始可能前期都没怎么说过话 拍到乐后面可能关系稍微好点之后 就主人朋友一样 会多说几句 慢慢的变融洽 如果让你回忆一下 你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可能是打了大黄女耳光那一场吧 假打吧 还不行 就是导演比较喜欢 真的 那么那一下 我就是非常使劲地打 我觉得还挺不好意思 那你生活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呢 俗不出户 就每天电脑游戏 那怎么去吸取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你的生活中无时无刻都是在教你的 包括你在网络上 你跟别人交流 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都是一个让你成长的性格 不光是你是要出去上课 学表演课 我觉得不是这样 你出门打个车出去吃饭 路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你可以去借鉴参考学习 就现阶段的话 你会更倾向于拍摄古装体谈 还是现代体谈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也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表演模式 而且 看你更习惯于哪一个吧 我觉得 我可能觉得古装可能会更自在一点 那你想成为一个什么绿型的演员 比如说给你选择的话 有青春料绿型 偶像型 实力型 或者是拍这种的影片 我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演员 我争取在一个领域 我先可以把它做到小有成就 我再去考虑其他 这种了 对 我这就是 不宁的 事情 你 我们 rem 我们